如果要改写,如果我今天不需要宣告这两个变数 比如说我这地方,那也不要用else,假设我用if的方式来做 要怎样去判断谁大谁小,那这边的话,可以用一个方式 如果a小于b的话 如果a小于b,那等于是b比较大,a比较小 那我就是把这个in的一个,t,一般叫temp也可以,temp就是暂存的意思 等于a,然后呢,temp把a丢给temp,那因为a比较小,a是比较小的 接下来的话,再把a等于b,再把b丢给a b丢给a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把它如果比较小,然后两个做交换 也就是交换之后,再来 最后怎么样呢?b等于t 再结束,这样就好了 b等于t,temp 也就是temp再把值丢给他 也就是说如果a小于b的状况底下 a小于b的话,两个字要做交换 那这样的话呢 本来a比较小的时候呢 那就a就变成比较大嘛 两个字要做交换 那这边最后的话呢 最大值应该就是a的嘛 对不对 因为两个做交换 那最小值就是b的 这个是 利用 变数的方式做资料的交换 那这里的话,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今天执行a,假设我先给他 5好了 然后b的话呢 给他 9 好 那较大值 有没有 他就会 本来a比他小 进来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把值丢给他 这边是中断点 第八个来看我比较清楚 这个地方 5 9 好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会停在 城市的话呢 会停在这里 这个值是 5 9 那我就直接按F5 就换下一行 下一行之后的话呢 我就把这怎么样的 把这个 a的值 这个5 把它丢给temp temp现在是5 本来是0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把 他的值 9 给5 所以现在a就等于比较大 再把 值丢回来 最后秀出来的话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好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试试看 利用另外的方式 把城市稍微做个改写 把城市稍微做个改写 好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好